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UEM Sunrise 上涨的周期推动它整体估值 因为UEM这家公司很多的土地都在Johor 而且是位于新山的黄金地段上 让我们来聊UEM Sunrise这家公司 Honglong Investment Bank风龙投行研究给出1.18令吉的目标价 对于马来西亚政府在2024年的预刹案就宣布了 放宽大马第二家园计划的整个条件 预计将刺激外国尤其是新加坡的买家 在Iskandar Putri区职产 UEM的马股代号5148的主板产业股 仍然是柔佛州产业内的最佳代表 当前的外资、游客、消费和房产的销售势头 是非常强劲的 除了第二家园的计划 基建项目比如RTS柔星捷运 也能刺激到外国买家 尤其是新加坡的买家 对Iskandar区的房市有兴趣 特别是城市的地段 除此之外 新币对话马币的强势 也会刺激着新加坡买家 来到过这边的地段 尤其是城市地段的购买一些产业 Hongleon Investment Bank这家投行 就跟掌管着投资贸易及消费者事务的行政议员 李廷汉会面过后了解到的柔星特别区域区将覆盖几个特别的领域 有建柔佛州的一个巴士的港口 马兴第二通道 学校和医院的测试等基建都已经具备着了 还有马兴第二通道的地区跟森林城市地区的金融特区 将会成为未来的发展重点 大量的土地资源将让长期的发展规划更加灵活 另外许多跨国公司也开始对柔佛州感兴趣 有些业者也在寻求机会进驻新的年领域 考量到多数工业员的位置过后 让投行认为在Gerbanu Samjaya 拥有大量地库的UEM阳光 也就是UEM Sunrise 将受毁 直接的推移 新的投资还有新元增值带动的强劲收费 也能转化成对住房和商业地产的更加高需求 根据投行对新一轮的产业上涨的周期和预测 加向Eskanda区有版图的发展商 产业领域正入上修估值的一个旅程 但这个上修估值不会是一下子来 可能是三到五年这样的一个估值 进一步的贴近 高一个标准差的中值之间的区间 综合以上让Hong Young Investment Bank这家投行 给出UEM Sunrise买入的评级 从原本的92仙上升至1.18令吉 整体来说 UEM Sunrise掌控着非常多 非常strategy位置 非常美的位置的地库 在新山的特区 也就是新山的城市地带 UEM Sunrise无可厚非的是 它掌控了太多的地区在那边 当然随着新元的增值 还有呢 如果新上任的元首也会在明年上任的 柔佛州元首呢 持续的发展整个柔佛新山特区来说呢 UEM Sunrise肯定是获益良多的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个看法和建议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想要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